我是黄之贤 黄之贤叶问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 当然是全世界 现在所有的媒体 都是每个小时 每个小时速报 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我们稍微整个回过头来 看一个大的一个画面 俄罗斯先说来和谈 泽伦斯基说好要和谈 可是双方对于什么时候和谈 在哪里和谈 又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那你说泽伦斯基想 你俄国你普丁在打我 我当然已经打不过 那我现在要干嘛 很简单 他要争取时间 他要拖延 所以光是要不要和谈 怎么和谈 中间又浪费很多时间 好最后在白俄罗斯 距离乌克兰的边境 终于和谈了 当然和谈不会有结果 因为双方要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挂钩 没办法 泽伦斯基要什么 他先讲 现在是关键时刻 什么关键时刻 是让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关键时刻 所以他觉得 这个时候太好 俄罗斯你侵略我乌克兰 所以现在 泽伦斯基 他的策略是 打悲情牌 他不断的呼吁 欧盟你让我加入 他也正式 递交申请出 那你知道 你知道申请加入欧盟 是很麻烦的事 是很拖延很久 他说你要紧急开放 让我立刻加入 那欧盟呢 什么态度 欧盟道义之时 道义之时的准则 基本是什么 是 你俄国 你侵略乌克兰 先定调 这是侵略 第二 定调 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 第三 乌克兰 他可是基督教国家 他跟我们一样有 白皮肤 蓝眼珠 金头发 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电视台 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说 Oh my God 他们跟我们一样 所以这种国际上面带风向 就是他要让整个欧洲 整个欧美 全世界 都同情乌克兰 团结一致来对抗俄罗斯 现在国际金融交换的体系 叫做Suite 这是一个金融界的一个盒子 弹级的一个武器 这什么意思呢 就很简单 你每一家银行 都有一个code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有身份证 所以大家在交换金融各种汇款的时候 就有这个code 然后在这个code里面 然后大家来交换 那这个呢 他的总部是在比利时 可是现在这个全球的金融的交换的体系 已经被美国实质控制 所以美国说了算 欧洲他也不想反抗或无能反抗 最后就制裁了 纷纷都在制裁 泽伦斯基又打一张牌说 我呼吁全球的制式都一起来参军 来帮我们打俄罗斯 哇 这个也是打民粹 军人不够 我们人不够 你们来帮我们打 结果没想到丹麦的总理 马上就呼应 他说丹麦的人是自由的 不管是丹麦的乌克兰人还是丹麦的人 都可以自由的去参军去打 意思是什么 我们没有要派兵 但是呢 我们的人民可以自由的去加入作用兵 台湾这边呢 很多自己闪兵的 包括那个身体问题 没有办法当兵的林昌卓 他马上在227就说 台湾如果发生战事 台湾的年轻人一定会上战场 战到底 民进党副民俗长林飞凡 他当的是最爽最爽的替代医 也是没有接受军事训练 就是没有当兵了 那黄国昌他眼睛近视度数的问题 也不用当兵 这些都是呼吁别人去上战场 战到底 但是自己不当兵 丹麦的领导人也这样讲 各国都纷纷响应 那马克宏他跟普丁通了电话 他通了电话 他要求普丁说 你不要轰炸民宅啊 你要保持道路畅通啊 基础设施你不要去轰炸 普丁说好 当然好 基本上我们看 从战争发生以来到现在 没有强力的攻击 凝居 没有打老百姓 很简单 你看美国他打中东战争的时候 有多少次他是对民居轰炸 但是有谁谴责他吗 谴责有用吗 有人制裁美国吗 俄国他进攻乌克兰 同一时间美国空袭索马利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 有没有人讲过 沙特他空袭叶门 有没有人讲话 有没有人谴责 而以色列打叙利亚之前 刚好叙利亚做一件事 说我支持俄罗斯 所以啦 这个在干嘛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际既有的霸权 他的保卫战 美国加北约 他一直东获一直东获 然后乌克兰 做他的战前竹 在那边吆喝俄罗斯 在那边一天到晚挑衅俄罗斯 处处跟俄罗斯作对 同时乌克兰 他的境内 暗杀记者 关闭电视台 打压不同的声音 去俄罗斯化 禁止讲俄语 铲除俄国的一切力量 乌克兰境内的 他的新纳粹的力量 有他原来的根源 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乌克兰 他里面就有 非常强烈的支持纳粹的力量 那乌克兰里面的纳粹力量 他在二战时期 他最少最少杀了十万平民 而这股力量在战后被压抑 因为战后乌克兰 他是属于苏联 不再属于纳粹 可是战后被压抑的纳粹 在苏联解体之后 哇就冒出来了 乌克兰他新兴一个国家 他就要塑造民族的自豪感 民族的尊荣感 他要去掉恶国 他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是苏联人 所以我是乌克兰人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国家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才真正起来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他一直塑造这种国族认同 那你要塑造国族认同 就跟纳粹就结合 新纳粹就排外仇外仇俄国 所以这个仇恨的力量 他就会盲目的去支持 这个哎呀我们恨俄国的人 这个亲美的力量 所以很有趣啊 乌克兰里面新纳粹 跟亲美的力量结合了 亲美的力量就在乌克兰里面 就扶持了更多更多的颜色革命的种子 所以亲美颜色革命 加上新纳粹就很有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 因为要掏空乌克兰 他的国产 乌克兰本来在苏联的时候 就是苏联的国家的一部分 苏联对乌克兰这个地区的人 就特别特别的爱护 把克里尼亚也给他 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他是苏联的掌上民族 所以苏联解体的时候 乌克兰独立 财大气度 什么都有 但是都是国有企业 国家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 我引进了西方的制度 美国的制度 我一人一票 我主要塑造民粹 哎呀爱乌克兰啊 我们是乌克兰人啊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慢慢的慢慢的 就把国产用 我们要遵从资本主义 苏联是错的 社会主义是错的 然后就把国产逃空都变成是私人 所以乌克兰里面 变成非常奇葩 顶尖的富豪非常多 现在一百个富豪 有九十几个都已经跑走了 但是乌克兰人民很穷 贫富差距非常大 所以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 30年 乌克兰的人民人口 从5000多万 跑掉了1000多万 剩下4000多万人 民不聊生啊 欧洲 美国 甚至台湾 都有很多乌克兰的人过来 整个欧洲跟美国的 性产业 人口贩卖 非常非常重要的受害者 就是乌克兰的女性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国家太穷太穷 贫富差距太大 所有的资源都被掌控 那掌控的人就控制 媒体控制舆论 然后打压反对的声音 所以对啊 一人一票啊 选出来啊 可是你怎么选都选不赢啊 不可能选赢 你有一个反对力量就把你打死了 说你是违反乌克兰的国家安全 你亲俄罗斯 打 暗杀记者 泽伦斯基 完毕了四家电视台 这是根据在法国的乌克兰的人 公开在法国电视台讲大 这样子的一个乌克兰 这样子的一个泽伦斯基 他搞什么 搞民粹 打悲情牌 他一直要加入欧盟 一直要加入北约 北约就是一起 大家用军备要来对抗俄罗斯 最终酿成到今天的结局 不要紧 泽伦斯基继续打赢萃 继续打北纪 美国停你 美国不派兵 但是美国用所有的东西来停你 继续抵抗 强力抵抗 最终就是让乌克兰付出最大最大的代价 帮美国压制俄国 俄国是不打也不是 因为跟你讲 你不跟我谈 你要知道 俄国要跟乌克兰谈 乌克兰不谈 当初他们有一个明斯克协议 就大家几个一起谈 明斯克协议就是说 大家都不打了 那你乌克兰 你也不要去打你乌东的 要独立的这些人 行吗 你给他自制行吗 结果乌克兰继续打 继续打 打到现在 伤亡惨重 所以乌克兰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我不管了 我要拉着全世界 我趁着这个悲情 我要继续跟你干到底 另外一个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我绝对是第一个星链计划 是一个非常自私 非常low 而且破坏所有科学研究 而且它是可以作为军备的一个卫星计划 现在其实欧盟也开始反对星链计划 好 马斯克现在赶快了 他把星链计划的接受器送去给乌克兰了 就帮乌克兰打仗 所以不要以为星链计划是一个纯粹跟军用无关的 所有的资源在战争中都会变成是军备 马斯克一个人 他就可以决定星链计划就要给乌克兰用 当然马斯克这样做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星链计划是为谁服务 当然是为美国的利益 乌克兰人一直想要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欧洲人 在欧洲里面 欧洲人一直是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人 所以苏联里面的很多国家 过去的华沙公约的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都加入欧盟 一个一个加入北约 现在乌克兰他也要 欧盟的主席说乌克兰人就是欧洲人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正式的大家的谈谈 谢谢大家